蔡總統今天早上10點鐘在總統府召開記者會 親自宣布他的第二任期的行政院長還是繼續提名蘇貞昌 看一下最新的相關新聞畫面 過去一年以來蘇貞昌院長擔任隔潰 成績是有目共睹 因此藉著今天的機會我要鄭重的宣布 我已經邀請蘇貞昌院長在虎兒林之後 續任隔會跟我一起繼續為台灣來打拼 我還記得蘇院長的上任之初 是我們上一段執政期間最低迷的時候 有些人對蘇內閣冷嘲熱風 但是蘇院長沒有一句的怨言 蘇院長對政治熟悉 對政策也有充分的掌握 能夠用潛擺的方式和民眾來溝通 說到做到 敢做決定 有過就敢 而在新的任期當中 我們會再次洗手 窮窮窮 讓台灣繼續發光發熱 謝謝 謝謝大家 這是我看過總統府記者會 有史以來最快速簡潔明瞭的一次 不說以前不快速 不簡潔不明瞭 不過看起來整個節奏感 非常的快 特別是很多包括民進黨的朋友還在質疑說 蔡總統跟蘇院長 兩個過去是不會害 但是事實上我們從他們兩個過去一路以來 到最近這個任期的合作 我們看到他們兩個真的是有非常高度的默契 兩個同心協力也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總統也給院長非常高度的稱讚 他說稱院長為護國院長 他說剛上任的時候外界不肯 但是蘇貞昌他也回應說 如今在院總統的領導 以及全體閣員跟國民的配合之下 我們台灣變成全世界 都讓大家羨慕的一個國家 這個最新的民調也顯示 他們兩個之間都紛紛創下 個人的滿意度的新高的競爭 我們看一下新台灣國際公務 最新公布的民調 520前滿意度創新高 蔡英文的滿意度高到74% 蘇貞昌是68% 那整體來講 都已經達到一個最高滿意度的上限的 上上限 還要再高游看也有點困難 大概陳時中可以打破了 那這個蔡總統也很感性的說 因為有蘇院長所領導的內閣 所以讓他在拼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非常的安心 而且國人也可以感到非常的放心 既安心又放心 我想要對院長的評價是非常的高 那這邊相關報道 869.9的民眾對蘇貞昌表示滿意 那21.4%的民眾表達不滿意 特別是防疫期間 真的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那蔡總統也特別稱讚說 他說在這個非洲豬瘟疫情犯難的時候 他說保諸護國絕不退讓 他說這八個字讓全民包括蔡總統 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個握緊拳頭說保諸護國 我絕不退讓蘇貞昌 那個形象從語言中的表達又活生生的活躍在大家的印象當中 他還舉出說院長是一個可以把理論食物 用很輕鬆的口吻跟大家溝通的一個院長 雖然院長不是年輕人 但是你看他的眼書很差 宅在家輕鬆玩保衛國家 在家裡輕鬆玩電話給保衛國家 他不會把宅在家這件事想像是一個防疫的苦難 把他想像說你也可以從這角度得到另外一種樂趣 很顯然他年紀大不是問題他有經驗 那更有一群年輕的幕僚 跟這個新時代沒有脫軌 要出門守指引保護人家 都有包括說什麼適當劇 他都用他自己親身上去當這個示範人物 都很Q很Q版的蠻可愛的 他說我們只有一個腳踏 那時候大家在搶購衛生紙 我們只有一個腳踏 沒有那麼多力量 不要囤貨 不要輕信謠言 這些語言都非常的貼近老百姓庶民中的 一種一種生活的一種情緒 一種情感的投射 真的是一個很不一樣院長 來 詩妮怎麼看 我覺得對啦 就是蘇貞昌還蠻敢用年輕人的 然後年輕人現在也敢跟他沒大沒小 不像他過去給大家的印象 他的幕僚就是鐵的紀律 聽說以前院長發鼻氣 那個一樓都聽得到 他以前是在車上跟幕僚講話 然後一不爽幕僚就下車 敢下車的那一種人 可是現在幕僚也敢跟他 沒大沒小了 我覺得那個是他 可能人生經歷之後的一種轉變 一種改變 他跟蔡英文之間 我的觀察是這樣 就是說過去大家都覺得 這兩個人很不合 也曾經說蘇貞昌初選敗的時候 給蔡英文難堪什麼 看起來的確不合 可是一個人在總統 一個人在行政院長 我覺得他們有一個好處是說 蘇貞昌不會像過去 不管是哪一黨執政的行政院長 就會比較唯唯諾諾 就是因為我的權力來源是總統 所以只要總統講一句話 我就乖乖照辦的那種關係 蘇貞昌比較敢跟總統說 這個東西我覺得權力在我 這個東西我覺得人是應該要 所以養人分工很清楚 對就是他不會完全的唯唯諾諾 所以他也有他比較豐富的 政治上面的歷練 這方面我倒覺得說 因為他的勇於 所以他敢跟蔡英文開口 而蔡英文也知道說 你的政治的資歷 的確是比我更多 所以蔡英文還蠻尊重蘇貞昌的 我覺得那個關係 過去大家覺得他們兩個很不合 然後一定每兩天就吵架 可是看起來他們兩個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還蠻有一些可互補的 你要說兩個人完全都很合不可能 但是蘇貞昌的感 以及他捍衛他行政院的權利的部分 我覺得跟蔡英文的搭配還不錯 我一直問這個林佐水 我想佐水對於過去蔡總統的領導風格 一直有很多意見 不過他對蔡總統任用蘇貞昌當院長 他給高度的評價 而且他認為說 符合我們國家的憲政常規 做一個勇於授權的總統 那這個院長也扶贏總統 大方向的目標感 那他也努力在行政體系下面 帶領這個全民一起往那個目標去前進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最近蘇院長 面臨到一個小風波了 那大家都想看看他昨天 為這個事情最新的說法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 就在禮拜一我在這宣佈我們的紓困 救急救窮措施沒有甘苦人一萬塊 實在很對不起我沒有講得夠清楚 當初在整個細節上 私利也不夠完整 在通知上也不夠好 所以讓我們一些國人同胞以為趕快先辦先臨 同時讓我們基層工作同仁 也在沒有完全吸收的情形下突然面對 所以有些地方顯得比較亂 有的承辦人員還哀了罵 民眾也不滿意 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因為禮拜一 我講得不夠清楚 我領導這個團隊做得還不夠周到 我們給大家帶來一些困擾 表示道歉 請大家原諒 因為這一萬元或是三萬元的紓困金 所造成一些民眾的困擾 院長也非常誠懇的 向大家說一聲對不起 也檢討說我的領導做得還不夠周全 那這個蘋果日報 最新的今天的社論也提到說 紓困要減政變民少折騰 我想昨天院長也不斷地強調說 要簡化 要重寬認定 這個重塑發放 整個行政流程要重減 我想從這三個角度來看 您給院長評價是怎麼樣 他的續任 先說我們國民黨 當然都不選蘇貞昌 應該的 應該的 要監督 鼓勵要監督 可是我們就客觀來言 我認為蘇貞昌院長能攻散手 攻 大家知道在當時韓國瑜跟蔡英文在對決的時候 其實起火線開火炮的 其實都是蘇貞昌院長開火炮 那時候就有一個分工 還不是屬於進攻的 總統 蔡總統維持領袖高度 沒錯 然後蘇貞昌院長對口韓國瑜 就是直接跟行政院長對幹的 我覺得當時就把我們搞得很慘 因為我們等於是沒有防火牆 可是蔡英文民黨的時候有一個防火牆 所以總統說我競選 總統說我很安心 沒錯 當時韓國瑜說 包括我們國民黨的團隊在這邊 比較缺乏 等於說自己心善火線 好或不好都得要自己承擔 散手 從之前 你說從防疫開始 他很適度的把他權力交到我們的陳時中 OK 部長 讓他來做 而且當陳時中做好之後 他也很樂於退到第二線 他完全不會出來真功 然後包括一些在網路上 跟年輕人的接觸 他也很樂於的 就是可能是搞笑等等的 我認為這對於年輕時代的經營 守護住民進黨下一個時代的票源 這絕對有很大的幫助 這是目前我們國民黨 還找不到方向的地方 OK 我大膽問你一個 蔡總統的任內有三位行列員長 阿全哥 這個蔡總統最好的學技的朋友 好朋友叫阿全哥 然後到賴院長 現在下一次的副總統 現在蘇院長 不好意思這題目尷尬 上個院長你認為哪一個最傑出 他對民進黨最傑出 就對國民黨傷害最大 你認為是哪一個 我覺得毫無疑問當然是蘇院長 還是蘇院長 原因很簡單 因為當時的林院長 跟當時的賴院長 都是已經選上完之後 他們來幫忙接的而已 可是只有蘇院長是在蔡英文 狀況最差的時候 來幫他一把 包括18年的九合一大選 完全不一樣 他是古典沒人想要接的時候 他來幫你拉起來 所以我說當然就能力而言 而且說實話 民黨裡面的選戰的資歷 誰比蘇院長更強 他從南到北什麼都選過 大大小小的戰役 大家看得也多 對 從台灣投票到台灣賣 官長跟賓董官長都做到 這個不簡單 這個資歷 他從基層到院長等級 他通通都做過了 所以說對於他而言 當然整個操盤各方面 而且我講實話 他屬於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也許大家還是覺得還是 感覺是年紀大了 可是我認為他的衝勁 而且包括他的歷練 跟他的一些尷尬程度 我覺得以日俱爭 我們絕對不會想念他 在野黨講他尷尬是好事 我們其他代表他是成功的 你其他代表成功 對你們沒有傷害的代表 很平庸 好沒錯 所以我們黨最討厭的人物 第一名就是蘇丹昌 當時選大選的時候 是itäten 這邊 2 2 1 2 2 5 2 2 3 4 3 4 手